黑色線條在白色畫布上蔓延 彷彿有機體般自帶意念 熱愛大自然的藝術家楊玉玲 在《墨線空間》系列作品中 將對大自然的觀察加入創作時的情緒 以單純的黑色線條傳達自身的情感 我的創作都是從大自然 幾乎都是從大自然得到的啟發 還有我自己的生活習慣 再加上創作時這個材料 會給我一些暗示 然後我的作品中呢 都是沒有對這些大自然的樹木雲啊 那些沒有做描繪 只是把它們給我的心情記錄下來 所以這些都是抽象 我把那個對象物去掉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想讓具象的東西 去影響線條的表現 有的時候平靜 有的時候比較躁動 還有一些無法言喻的一些心情情緒 我幾乎都會在作品中抒發 創作過程中楊玉玲喜歡自己製作繪畫底材 並且以平鋪方式作畫 將創作軌跡以線條呈現在不同媒材上 藉由抽象的形體帶給觀者無限想像 曾經有人說你作畫的線條 有軌跡就藏著你的時間 也藏著你的身體作畫的動態 也藏著你的身體作畫的動態 讓平面性展現 而且我這樣想的時候就還是有一個水墨 畫水墨的人跟我說 以前古時候的人畫水墨也是把宣紙 之類的東西平鋪 就是也是回憶當時在大自然的 的那個情感抒發出來 只是水墨是有具象物的 然後我的是抽象的 楊玉玲說他作畫時並不會打草稿 而是隨著材料所發出的暗示 與聲音描繪線條 以單純的意念進行創作 也用讀數一格的方式展現自我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